今天陪我们一期追新闻的是词汇 他现在在线上 我们今天要来追的是去年的豪宅交易记录 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追这个记录呢 就是因为去年一共有高达12笔的豪宅交易 完全不靠贷款直接现金付清 这当然又有谁包含像是歌手田富珍 国剧董作陈泰明等人都榜上有名 那么还有谁他们怎么办到的词汇来告诉我们吧 好有钱真的是比较好办 是连买房子交易的速度都快很多 就像刚刚主播讲的 去年有12笔的豪宅交易记录 全部都是用现金结清 而这12笔是谁买的 其实这些名字大家都不陌生 像刚刚提到的歌手田富珍Hibi Hibi他在去年买下竹北的豪宅 当时是花了6500万 这6500万直接用现金结清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是神旺饭店的董事长李玉生 他当时买下的是松涛院松江南京的豪宅 以兔是大概2.8亿元 也是用现金来结清 那这12笔数量最大的 交易金额最大的呢 就是国剧董事长陈泰明 当时买下的文化院呢 以5.3亿的现金 直接成交通通都是用现金的 那再回顾一下去年2018年的时候 大安区 为什么我们特别讲大安区呢 因为大安区现在是台北市豪宅交易最热的区 他甚至胜过了中山区跟信义区 大安区他光去年 一区就有52笔超过亿元的豪宅交易的数字 那这52笔呢 其中就有两笔 都是用现金交易 分别是2亿元还有4.7亿的一个交易金额 这两笔呢 同样也是包含在去年的12笔交易记录里面 不过听到这边 大家可能会有点疑问说 到底为什么要用现金说钱多之外啦 那当然钱多是一回事 那为什么要用现金呢 其实第一点 这些闲置现金如果放在银行的话 利率相对来说有点太低了 那如果拿这些闲置现金去买股票的话 相对于不动产来说风险又有一点太大了 那这样权衡之下呢 再加上规避一些法律啊 或者是政策的问题之外呢 那来去买房子可能会是最好的选择 相对利多也会比较大一点 以上是今天我们的闹新闻要讨论的话题 先把时间交恒给人为